在我们生活的这个地球上,不论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与动物之间都是有很深的感情的,尤其是相处久了之后便会产生浓浓的感情,即使它们是天生的敌人,也很容易就会相处融洽,这不在国外鹅群中出现了一只异类,每天与鹅同吃同住,主人看后笑了,其实在动物的世界里,它们的感情是往往不分种族的,即使是互不相干的两种生物,生活久了之后也往往都会侵入兄弟,而在国外的农场里就出现这样一副情境,在一群井然有势的鹅群当中却似乎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生 也想门户你其中,其实这就是今天我们的主角了,事实上它只是一头普通的猪而已,不过为什么这头猪会跟一群大鹅先隐不离呢? 事实上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,是因为小猪在小的时候早已失去了母亲,也只为如此农场主就决定让它和几群大鹅们同吃同住 在一开始的时候,这只小猪也经常会遭到大鹅们的排斥,甚至每天欺负小猪的情况也是有发生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长,这只小猪似乎融入了这个群体,每当这群大鹅外出的时候,小猪都会紧随其后,好像是有这群大鹅保护它一样 面对这样的情况,是让很多人感到非常的意外,对此关下我不要没有怎样看法呢?